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 我们再强调 我再强调一遍 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是错不了的 我们不是台湾人 我们是华夏民族 应该错不了的 我们经常谈到 这些东西躲在手边 人类的健康 医学 文化是没有政治色情 文化是奄奄流产的 政治是一世 没有任何 一个正体可以 把文化抹上来 不把老祖宗的 智慧承接下来叫 笨蛋 我们老祖宗 告诉我们的文化是我们 那几千年胡互来的 实际经验 医十童年 药食物 看一看 公元五世纪 五国已经有十医 食物是很医病的 西班医生西伯克拉迪讲 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药物 你的药物也必然是你的食物 这说明了什么 所以 江老师 昨天发给你那篇文章 如果你愿意公布 公布到全天下来都知道 感激不尽 功德无量 这就是讲清楚说明白 就是中西医 为什么可不可以结合 因为对医学的定义是 风马流不相干 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表达 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内涵不同 手段不同 定义不同 如果我用基督教跟佛教来比 都不强大 都不强大 完全不同 很简单 一个是药物 一个是加冷水 怎么可以混为一谈 怎么个结合法 所以父母可以 必要的时候 加冰块 同时关火 这两者叫做 道病行不相仁 万物必欲而不相害 是这样的文化层次 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该关火不关 个人家家病患 结果就是这样 套牢病患一辈子 谁讲高血压的药 一定要吃一辈子 这就是套牢病患 让病患成为自己的 因此父母 除开这个理由 没有第二个理由 如果不知 可以不为过 但是今天知识 也可以说科技 甚至就是西方科学者 医学家 太多有良知的 都证明这是错的 连哈峰医学大学的教授 校长都说 一般是错的 为什么不敢 这有个理由 不愿意反其既得理 明知而过犯 罪不可赦 不知不为过可言量 最近有个总流科医师 我还来不及跟他通信 那有个总流科医师 来找过我 我看了你的书很遗憾 很惭愧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妈妈 就死在我手上 讲得很深 很奔痛 也很沉重 我听了也不知道该讲什么 但是这不是遗憾各位 我才觉得遗憾 遗憾的是他又回到他的职位 一切尽忠职守 这才叫人遗憾 这就是知错不能改 没有那个勇气 不能放弃既得理 我们在台湾不少的医生们 可以放弃既得理 林成吉林医师 我非常奔赴他 然而还有何一千何一师 你非常了不起 他们都这样在 他们都是国发医学院毕业的 有点知名度的医生 他们知道不对 马上就翻掉 但是他们学到的很多相关的专业知识 完全都很有用 只是方法变 我们中杰宗教授 他晚生之前三十多年 已经不用一颗西药 难道他看不好病吗 他依然活来无数 那他用的是什么 大佛佛就 如果把医疗很窄化的锁定在这个层面上 那叫强识多理 那叫强识多理 如果把医疗很窄化的锁定在这个层面上 那叫强识多理 昨天 江老师 你谈到朱天亮先生 你一直在前面 这是一个有道德勇气 有伯父精神 我很伯父他 你见了他第一代我外国的小 他也知道小弟我 我只是没有他那么有知名度 他很了不起 这个社会 能说真话的人 不是没有 只是大家上进在各地 所以 九月的九月 七号八号 就是凌晨期医师着急的 两岸 两岸的健康促进的一个研讨会 而且动员的成绩也蛮高的 就是这些事情已经很多人在做 各位 昌天一世 还天当地睡在甲子天下大吉 这是环境奇异的口号 我看迟早有一天这种口号会跑出来的 各位 各位昨天看到 一道乱则活乱 你想想看各位 我们就像 就像 这个说 奈斯堡 我听过奈斯堡的演讲 奈斯堡讲 我以前就是个学者 我就是个教书将 我发现 我不管政治 我只是到教好我的课 他说 结果我发现 我不管政治 政治处处在管我 那怎么办 很多不公逼地的事情在发生 而且就发生在我的学校 最后 空宵消息一水哈 钻石一七夕还回得来 哈哈哈哈 走上这只路开去 其实有些时候我也在想 那是不是有一天我也需要走上这条路 我看大根本病 我也不是那块料 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也没有我发现的空间 但是我们从自然学的角度 来唤醒各位 人要学会自保 人要懂得七级必凶 击在哪里凶在哪里 就是中医讲的 级必 什么叫做正 什么叫做邪 你把正邪搞清楚 中医自闭 四个字 八个字 不正七邪 来 我们好好回应一下 请大家一定记下来 人家问你中医怎么自闭呢 就是这三个字 不正 住生命一本之力 不管你是从阳光空气水 行处坐卧 受想行事 只要是正面思维 都是住生命一本之力 最近有本书 推荐你们写 日本医生写的 里面 才从他们看得起 还要我写两篇序 那我就写了 正面思维 正面思维 会让身体产生脑泪满分 产生内分态 内分态就可以调节免疫 就会强化我们的自义力 都是有道理的 这是正面思维 然后呢 你心平气和 田单西物 真气从之 我们不要有杂力 我们的信息 就很平碎 我们的信息 就调控了我们的能量 调控了我们物质 当然行而善 会反映在行而下来 会改善 会改善健康 只要身心多了 福正者就是诸神明一直在这里 不管你是用推拉的 按摩的 指压的 揪的 不好意思 我昨天看到有个镜头 我又很期待 我看到我们中医学院里面 教我们的学生给人家八卦 一盘 两盘 三盘 四盘 像将近的那个流口 一盘口 两盘口 三盘口 四盘口 还有中间 还有 八卦 八卦 这叫中医大学里面教的课程 我只有几卦 管他是什么教授 只有个评语 乱枪打理 中医走到这个城 所以我说一个指头指向人家西 还有三个指头指向人家西 还有三个指头指向人家 中国大陆的一个老医师很感慨的结果 他家长 他说完中医者 哦不对 完六国者 六国也 分情也 大家听到的话 战国时候 请一同天下 一个一个的吃掉 一同天下 他说完六国者 六国也 分情也 大家都读历史 是这样子 彼此高兴斗角 彼此见死不救 彼此搞来搞去 所以在秦国把他们一挖剪掉 最后一同天下 不见得是坏事 战国时候 好像两三百年 杀戮很多 虽然秦始皇有点手段 暴力 但是又省掉了很多杀戮 那不看历史的功夫 所以完六国者 六国也分情也 完中医者 中医也 分西医也 别 这样的治病 患者找中医 看不好 我们今天中医看得好 病的人也不太多 这对于你们有问题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民族 多可怜 东看看西看看 看了中医 看西医 看了西医 看中医 最后 词篇 翻到天图 说 人生就这样做 这样人可以 所以如何的 让老百姓要知 所以你看我们 华西医科大学 黄子经教授写的书 在我那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应该我都送过给各位 健康这一鞋子 他从他一个中医 西医大夫 一个西医教授的角度 新医几十年 最后退休下来 归归纳纳 整理整理 把他的经验 把他吩咐之言 就写在他那些片段 这本书看完我 为什么把他出版 道理很简单 整本书读完 他是西医大夫 他治病 以西医的翻译 他有多人的书 他们两夫妻可以在那个 在那个四川的那个小梁 这叫做叫做什么 有个地方叫做什么 编呢 我们记得 就在大渡河边 各位 大渡河边 一个小小乡在山西里面 你知道他们手术 用什么手术 晚上点点油灯 拉个蚊子 就给患者做什么 南尾炎去除了手术 而他们两位又不是外科医子 为什么 因为那种急性南尾炎 你送下山里 你知道那时候 有没有直升机 现在也没有 那个是人 从山上扛到山下来 要走几天上路 他们是这样救人 各位自本书看完以后 我很感动 两个字 他说 健康这一些字 在我的概念里面 那本书体现两个字 叫做一等 我有时候曾经听 有个商业界的朋友跟我讲 讲中国大陆 我们现在不是大家都到那边投资吗 做生意 有人跟我讲 他说 十 什么 十亿 中国大陆 十亿人免十亿骗 还有一亿再性恋 有人这样来形容中国大陆 他说 为什么 他想要 dés怨 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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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想要 我带